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由一颗爆笑的鸡蛋抓一把奇妙的拉面 这东西能吃吗 它当然不是吃的 它是听的 它是九点强强棍 哦 烧哦 嗯 好吃 咦哈 快快卡不叮叮 快快卡不叮叮 全体集合准备出发 跟着我 咦哈 欢迎各位来到酒吧兄弟 九点强棍今天节目开始了 人家说广播好像没有那么的覆盖那么强 传播的速度没有电视啊 或者网路那么快 说实在的 我个人认为酒吧新闻台不是这样 我们才从礼拜一讲了两天 说我们要九点强棍变成 九点强强棍之后呢 不得了 强哥在路上都碰到别人说 哎 你今天不应该是七点钟就去吗 我说下个礼拜下个礼拜 你看你看到 马上大家立刻 我觉得人的速度还 改变的速度还蛮快的 马上碰到强哥都问我说 你不是应该七点去吗 没有错 还有人跟我讲说 哎 你这样 嘶 九点强强棍 好像九点强强棍在打嗝 哎 九点强强棍 哎 也蛮有趣的 知道吗 我们现在正在倒数 16年来一个 全家的亲子儿童广播节目 而且是现场的广播节目 这应该是空前 我不敢说绝后 但是应该也是 过去从来没有过的一个 亲子儿童的带状节目 过去16年 我们每天晚上在九点钟准时上线 当然有的时候没有那么准时了 那然后呢 哎 我们跟大家共度了非常快乐的时光 刚刚强哥在路上还碰到了几个年轻的朋友 四位拦住我说 强哥 强哥 我是听你的节目长大的 我们来拍张照片 好的 这些朋友呢 绝对超过16岁 也就是说 他一定是在七八岁 五六岁的时候开始听节目 但现在也才20岁而已 这个节目呢 即将在三天之后呢 就要走入时间的隧道 我们会在下个礼拜一的时候 变成19点强强滚 也就是晚上七点 昨天晚上还有朋友打电话说 哎呀 赵哥啊 你这样好辛苦 以后早上七点钟来组织节目 没有啦 听清楚 19点强强滚 没有到晚 早上七点呢 好不好 所以说呢 我们剩下最后一点时光 我们今天继续 要一起做我们的回顾之旅 主张应该长一点 对对对 每个学校都要有游泳池 对对对 好 各位委员 本人强强院长宣布 儿童立法院会议开始 你是否曾带着阳光回家 用欢笑占据了 通往梦境的方向 你是否曾走在无人街头 用歌声去唤起 每个沉睡的星星 新鲜的心打破成绩 再没有荆棘 用战的爱坚持到底 总不曾放弃 跟着我 跟着我 奔向无忧无虑的星球 跟着我 跟着我 对 这是张雨昕哥哥的跟着我 是的 今天是16年来最后一次 在9点钟的儿童立法院 主题就是问大家 你会不会跟着我们一起 到19点就是晚上7点 什么 你不会 好 没关系 如果你真的不会 也没有关系 也欢迎各位打电话告诉我 你为什么不会 至少在9点钟 儿童立法院的时候 最后一次儿童立法院 跟我在现场说再见 你会不会跟着我 一起到19点 也就是晚上7点 也就是下个礼拜一 2月29号的时候 跟着强哥一起 从9点抢着棍 一起到19点 欢迎各位打电话 进来 8369 3398 一起跟着强哥 一起走进19点 走进下个礼拜 让大家一起跟着我 请告诉我 告诉我 你愿不愿意跟着我 跟着我 奔向无忧无虑的星球 跟着我 踮起脚尖 眺望蓝天向前冲 跟着我 跟着我 你会呢 你会不会跟着我一起走呢 跟我一起到 晚上7点呢 跟着我走 跟着我一起去 19点前的棍 不管会或不会 欢迎各位打电话 进来 839 3398来接 张佑珍 张佑珍你好 张佑珍你好 你听咱们节目 听多久了 不知道 大概吗 大概 从10月听到现在 去年10月 对 张佑珍呢 是最近这半年来 常常打电话 到我们节目当中的伙伴 好朋友 张佑珍 请你告诉我 你会不会愿意 跟我一起到19点 抢抢棍呢 愿意 愿意 你愿意 但是你可以吗 你晚上没有补习 上班 家家 不是上班 上课 还有那个 那个才艺班 亲 什么 什么叫什么 安亲班吗 没有 我都没有参加 你几岁 七 七岁 没有安亲班 这不容易 也就是爸爸妈妈 会带你回家就对了 还有我阿公阿嬷家 太棒了 阿公阿嬷家 好的 晚上七点钟的时候 边吃阿公阿嬷的 这个 这个亲子晚餐 然后呢 同时一起听 19点抢抢棍 好不好 好 谢谢你 谢谢张佑珍 跟着我走 OK 谢谢张佑珍 拜拜 紧接来接林一新 林一新也是我们资深厅 林一新你好 香哥 林一新 你听咱们节目 听多久了 从一年级开始听 哇哦 从一年线几年级 三年级 好的 也有听两年的时间了 好的 来 那你告诉我 你会不会跟我一起去 19点抢抢棍 会 耶 为什么 为什么 因为那个 你没有安亲班 没有补习 没有家教 没有补习 但是我只补到六点 而且离家里 没有很远 哦 所以你爸爸妈妈 帮你安排的安亲班 补习班 还蛮 因为我们 因为我们小学要 客服班 所以 哦 所以你会留到六点钟 然后爸爸妈妈接你回家 一边吃饭 一边听节目了 嗯 酷 你通常现在听节目 都在家里听哦 对 是用什么 网络还是收音机 收音机 哇哦 现在有收音机的 也不容易 你们家这个收音机 是新型的收音机 还是旧的收音机 已经很旧 已经很旧了 对不对 嗯 这表示你爸爸妈妈 属于一种 比较念旧的人 嗯 而且做什么东西 东西都保养得很好 嗯 是不是 嗯 是不是 对 你们是那种大台的 需要用手条的呢 还是用按数字的 嗯 圆圆的呢 用手条的 哇 好棒啊 能告诉我 你们这台收音机的品牌吗 嗯 问一下 问一下吧 不知道 不知道啊 哦 好的 哇 非常有趣 我非常感谢 您这种多情的爸爸妈妈 又安排的时间 能够跟着我们 一起到 19点 乔专会 谢谢张艺兴 谢谢林艺兴 谢谢你 拜拜 拜拜 好 等着你到晚上7点钟 来 陈亮文来了 陈亮文你好 强哥好 哇 陈亮文 他们这一家 可是真的是 相挺到底了 你好 你好 哪一家 从一家到现在越来越大了 好的 陈亮文 告诉我 你们 你们家应该是活动安排的挺多的 而且呢 还有 而且你们家住的还蛮远 爸爸妈妈还有接你 你们听不到 十九点 抢江棍吗 越来越大 真的假的 你们家是不是住在林口 或者 对不对 你们可以 你们放学 然后 参加安亲班 然后再回家 能够听到七点钟 晚上七点钟的节目吗 可以啊 有时候听完 刚好可以去上课 啊 你们八点钟上什么课 入学 哇 哇 你们的补习班会不会太狠了一点 晚上八点钟 补到几点钟啊 十点 九点半 哇 一个半小时 补数学 哎呦 在家楼下而已 哦 在家楼下 哇 妈妈很会安排 妈妈真的很厉害 我觉得她这个妈妈真的很厉害 不管是 在 技术上面的 学术上 学业上面的 然后还有心灵的 艺术 我跟他很烂哦 我跟你讲 我个人认为 千万不要这么讲 烂不烂 那个标准不重要 真的 我们不要让小朋友 有那种标准 有那个压力 强哥最近正在面对 这个问题 我们的小孩也是 这个问题 他幼稚园就有那种 什么叫完美 什么叫好 绝对不要这个样子 希望亮文 不管怎么样 你们家如果有机会 爸爸妈妈带着小朋友 继续听我们的 十九点抢的棍 好不好 一定 感恩 非常感谢 谢谢您 拜拜 谢谢拜拜 我们十九点见 还好不是十三点 十三点是大春哥哥 十三点 陈叔叔 没有 我乃十三点 对不对 不好这样 不好这样 开微笑 你不要笑 到时候老板就把我们 编到十三点 好 开微笑 来 你呢 你会跟着我们一起 来到十九点吗 人家为什么叫十九点 强强滚 就是依旧强强滚 依旧强强滚 其实是有意思的呀 欢迎各位打电话 进来 八三六九三三九八 来见 新朋友 在我们倒数三天的时候 有新朋友来 我们来欢迎 黄瑞慈 是黄瑞对不对 瑞慈吗 是不是 还是敏 黄瑞慈吗 瑞是不是 瑞 黄瑞慈你好 你几年级 三年级 黄瑞慈 三年级什么学校 东湖 东湖国小 听咱们节目 听多久了 我从我初生就要听了 我在我的妈 最近比较新的 哇 那你也听了 十年 听了十年 为什么到我们节目 快要 我从来没有打过了 我知道 为什么到了最后 才打电话来呢 因为我没有时间 你都没有时间 这么忙 各位先生 各位小姐 我们欢迎非常忙碌的 黄瑞慈小姐 黄瑞慈 请你告诉我 你听了十年的九点 想要滚 现在改成十九点 也就是晚上九点的话 你会跟我们 跟着我一起去吗 我要试试看 这个七点的时候 我才刚回到家 所以我要试试看 你要试试看 要是有空 我就要来听 我了解 我了解 那你以前九点的时候 每一次都有听到吗 对啊 每一次都有听 哇 这毕竟还是有些损失 但是你为什么这么忙 我也搞到七点钟 才回家呢 因为 我是等要回安静 安静 然后 要到新家 然后妈妈就成下班 然后妈妈又去 老板娘 所以妈妈 现在要到九二点 才能来接我 这哭了 你妈妈是哪里的老板娘 做一个公司 这个公司是做什么的 就是做机器的 做机器的 那又不 老板娘自己不可能 再做机器呀 不是 打字 妈妈只要用力 是做打字 那就好了 打字 打到六点钟 就再见 赶快接黄瑞慈 回家 赶快听 不是妈妈有时候 还要加班 妈妈还要加班 加班都要加到十点 了解 那你在安静班 你有手机吗 没有 妈妈没有给你个手机 我没有手机 不给你联络 那你怎么联络 比如说 你怎么知道 下楼去 妈妈来接你 你怎么知道 妈妈已经到了 安静班门口了 就是那家里 哪有电话 安静班有电话 妈妈打电话 到安静班 对 这样子 那你可不可能 请安静班准备 一台收音机 听九点钟 十九点抢成棍呢 我现在说可以听妈妈 车上的声音 对对 我知道 我知道 就是在路上 赶快听一下 但是我真的可以建议各位 在收音机旁边的 大朋友小朋友 赶快跟安静班 你知道吗 有公车听 咱们九点抢成棍呢 哇塞 哇塞呀 没有什么好塞的 我跟你讲 真的 他真的是 这不是狗屎运 而是这些 公车司机朋友们 做正确的选择 所以说 如果说 安静班 也可以做这样的一个选择 然后呢 公车司机 也做这样的选择 甚至 安静班 或者学校的 这种校图 我请问你 安静班 有没有放过片子 给你们看 没有 真的没有啊 没有 有很多安静班 是放片子 给同学们看的 没有啊 寒假暑假的时候会 寒假暑假的时候会 那就寒假时候 叫他放一下 九点抢成棍 十九点 那个我们安静班 没有收音机 安静班 我送他一台 收音机 你觉得怎么样 希望你不要说好 外面的制作单位哭了 我们制作人说 那要那啦 走次人 好了好了 开开玩笑 也希望到时候 十九点 十九点抢成棍 继续带着 妈妈和你在车上 有一些快乐的时光 好吗 好 谢谢你瑞慈 真的很高兴 在我们九点钟的时刻 你听了十年 从妈妈肚子开始听 到现在 哥哥要听更久 当然了 他比你大嘛 对不对 他听十二年 我想请问一下 你妈妈怎么会 那么早就喜欢 我们这个节目 就是妈妈一开始 就是听掉 然后觉得很好听 就继续听下去了 妈妈跟妈妈 妈妈他以前是忠实听众 真的 这样听起来 妈妈当然到现在 还是忠实听众 还带着黄瑞慈 还有跟你的哥哥 都一起在听节目 真的太感动了 妈妈应该是很年轻的时候 就认识强哥了吧 可能吧 可能 也就是强哥很年轻的时候 妈妈就已经很支持强哥了 对不对 应该吧 突然怎么弄 对 怎么突然 就应该吧 可能吧 妈妈说对 那妈妈有没有看过 强哥的舞台剧 舞台剧 妈妈你有看过 有啊 真假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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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已经是咱们 可是我们学校有演真假王子 真的吗 还有那个 还有那个 那个叫什么 那个什么东东的 什么东东 忘记 我们学校 一二年级 都会看那个 可是现在三年级以后 就没有了 我觉得黄瑞慈 讲话真的好流利 然后 那思考真的还蛮有趣 用的词也很纯熟 想必九龄掌棍 还扮演了一点点 小小的功臣 好的 我们谢谢黄瑞慈 希望黄妈妈继续支持 黄哥哥继续支持 好不好 谢谢您 谢谢杨哥 拜拜 拜拜 好的 在收音机旁边的大朋友 小朋友 你听咱们节目 听了多少年 因为像黄瑞慈一样 听了这么多年 从来没有打电话 不管你跟得上 跟得了 跟不了 到十九点 也就是晚上七点的 九点抢人棍 也希望你呢 能够陪着我们 一起到十九点 抢人棍 今天就算没有 欢迎各位打电话进来 跟我们说再见 8369 3398 你是否曾带着阳光回家 用欢笑占据了通往梦境的方向 你是否曾走在无人街头 用歌声去唤起每个沉睡的星星 新鲜的心打破成绩 再没有荆棘 打破成绩 用戴的爱 坚持到地 总不曾放弃 跟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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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奔向无忧无虑的星球 跟着我 远起交接 眺望蓝天上前冲 跟着我 跟着我 追求一种做梦的自由 跟着我 旋转天空 长夜彩虹 飞翔在彩色天空 儿童新闻 听场场哥哥报新闻 听见全世界 听见全世界 好的 我们也就在九点钟 九点半报新闻 也就剩下这几次了 大家仔细看一看 听一听 讲到听一听 其实我一直很鼓励大家 听九人讲过 为什么呢 正好你忙了一天 用了一天的眼睛 可以休息一下 用耳朵来听欢笑的声音 用耳朵来听别人的歌声 高度近视 跟青光眼有关 今天有个消息 一个就读小学的朱小妹 每天放学回家 就打手机 用手机 跟同学讨论功课 一天花一到两个小时 搞这个眼睛回讯息 又迷上了手机游戏 睡前又躲在棉被里面 没有灯 在使用手机 两个月 小妹妹 朱小妹近视 飙升多了 两百度 眼科医生就说了 高度近视可能导致 视网膜剥离 青光眼 但眼科门诊调查显示 还有三成的家长 不了解高度近视 有多麻烦 有多大的后遗症 会失去视力 都不知道 高度近视可能导致 黄斑部病变 视网膜剥离 青光眼 白念障 风险大如增加 甚至提前报到 本来还没有老 还没有到那个 发病的年龄 高发病的时间 你就 已经出现了 造成失明 爸爸爸爸 我真的推荐各位 听九点 或者十九点 抢了棍 闭上眼睛 好好休息一下 另外 你常常在公众场合 隔 打隔吗 如果会 想去奥地利旅游的朋友 小心了 奥地利的梅西克哥哥 在维也纳 维也纳著名的 普拉特公园吃饭 吃太多洋葱 打隔 被警察听到 说 这个公共礼 有违背了吗 这不舒服 人家听了不舒服 罚他70欧元 就2567块钱的台币 哎呦好贵啊 打隔隔 要罚这么多钱 警察就说 在警官旁边 打隔声音太大 违反公共道德 开罚 梅西克哥哥 觉得莫名其妙 哎你为什么不去抓 真正的罪犯啊 那些卖毒品的人 你你怎么要 我打个隔 你发我的钱 决定上诉 这个事件引来 将近百来人的 朋友响应声援 他们预计 27号到普拉特公园 发起一个 打隔快闪的活动 哈哈 民主国家就是很 不能讲一下无聊 就民主国家 你就可以很民主的 就很自由的表达 不同族群的意见 你可以用你自己 有创意的 而不是用暴力的方式 表达你这个族群 这个不管多少 你的意见 其实九点小人棍 从当年开始设定 希望2000年开始 有这个节目啊 我们设定今天这个单元 礼拜三的单元 叫儿童立法院 就是希望鼓励小朋友 不要在台下一条龙 台上一条虫 只会在底下 兹兹兹兹兹兹 讲八卦 搞谣言 说小话 而不能够在台面上 正确清楚 表达你的意见 我们认为 一个民主国家 最重要的 一个民主公民的教育 是学会倾听 也学会 适当的表达 所以呢 我们会有 儿童立法院这个单元 也欢迎各位小朋友 秉持这样的精神 跟我们一起到19点 乔治棍 去表达您的意见 跟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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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奔向无忧无虑的星球 跟着我 运气交接 望蓝天向前冲 跟着我 跟着我 追求一种做梦的自由 跟着我 跟着我 欢迎各位跟着我们一起 来到19点乔治棍 你会跟着我们一起去吗 不管你跟着了 或者跟不了 都欢迎在16年来 最后一次的 在9点钟的儿童立法院 表达你的意见 倾听他人的意见 希望这样一个小小的单元 能够鼓励大朋友 了解 让孩子们学习 从小学习 倾听和表达 我们是一个文明的社会 在文明的基础下 我们才能够自由 民主的环境 所以我们不能够用暴力的 粗鲁的 伤害别人的方式 去建立一个民主的国家 希望从小朋友这一辈 我们学习表达 今天是9点钟的 礼拜三 儿童立法院最后一次播出 所以说欢迎各位小朋友 不管新朋友 老朋友 来表达你的意见 你会跟着我们一起走吗 跟着我 跟着我 来 我们来接周彦廷 周彦廷你好 郑哥好 周彦廷 好久不见 你会跟着我们一起去 19点吗 绝对会 绝对会 我跟你讲 等你长大以后 你就知道 人生很难有绝对的事情 很多事情都会 相对地在改变 我想请问周彦廷 你真的能够每天晚上 你不用安心班补习 或者要到什么地方去吗 你怎么可以 晚上7点听节目呢 我写功课都会听 可是你晚上7点钟 就回到家了 对啊 你不要补习哦 不要 怎么 周六 周六补习 你礼拜一到礼拜四 未来我们只有礼拜一到礼拜四 你都不用补习的哦 哇 你现在几年级了 五年级 哇你很了不起耶 能够在五年级还没有补习 补一堆堆的 算是不容易了 你怎么可以不用补习 是因为功课太好 不用补习 还是爸爸妈妈觉得 补习是没有意义的 应该给你一个更自由的 自我选择学习的童年呢 还是根本已经补过没有用 干脆就不要补了 因为学校已经教很多了 而且功课也很多 你是什么学校 玉才 玉才 私立小学 对不对 玉才小学 也在跟咱们节目 还有跟我们的剧团 有很多的合作 非常好 所以说在学校 我记得你们还有外师 就是外国老师 来跟你们做一些 talking啊 conversation 对不对 是导师 你们导师是外国人哦 有两个导师 哇厉害了 你看到没有 因为我跟你们的校长聊过天 我特别记得 他就是特别要给小朋友 一个英语 这个绘画的一个环境 哇哦 厉害了 周晏廷 所以说 你因为在学校 已经学得够了 所以晚上七点 会跟着我们一起 来到十九点 强能棍 对不对 对 掌声感谢了 谢谢周晏廷 紧接着来接杨红祥 杨红祥你好 你好 杨红祥 你也听咱们节目 听很久了吧 我从中班开始听 到大班 从中班听到大班 从中班听到小班 怎么可能从中班听到 你是到牛的 对不对 怎么可能我从中班听到小班 从中班听到大班 你现在是大班是吧 今天是大班的 对啊 你是大班了 听了一年了嘛 杨红祥 有一阵子也没有打电话来了 对不对 是杨红祥 是杨红祥 杨红祥 杨红祥 对对对对 这个名字我记得 一个门里面有个心嘛 杨红祥 杨红祥常打 但杨红祥不常打 杨红祥 请你告诉我 你会跟着哥哥 一起来到我们 十九点 抢抢 会吧 会 哦耶 谢谢 因为你是幼稚园 比较有空回到家里 吃饭 对不对 对 哦 那哥哥 我听起来都要客流言 哦 对 还有客流言 那你呢 那你 你哥哥可以听 十九点江南棍吗 可以 为什么 哥哥是小学了吧 一年级 一年级 也不用 不用补习 不用安静班吗 不要 你们怎么可以不用安静班呢 十二点就回家 有时候四点回家 十二点就回家 哇 那你妈妈等于是要 全职母亲在家里照顾你们 对不对 嗯 对 阿嬷带 阿嬷带 哇 那阿嬷平常也会陪你们一起听节目咯 对 哦 感谢阿嬷 阿嬷要记得带着他们 一起跟我们来到 十九点江江滚了 好 谢谢 谢谢杨红祥 哇 今天到现在为 杨红祥 杨红祥 谢谢杨红祥 谢谢杨红伟 谢谢杨婆婆 哎 不能这样 没有杨婆婆 不是杨婆婆 杨奶奶 对不对 杨阿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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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要规定我叫杨阿嬷 应该是杨婆婆吧 哎 这个节目 怎么 怎么 这样不好 婆婆不喜欢叫杨婆婆 好不好 她 她的名字 是 是什么 是张慧卿 张慧卿 张慧卿哦 她写 是大名字 张慧卿是以前我的一个剧场朋友吗 开玩笑 张慧卿 小姐 我不能叫人家小姐 小姐 杨婆婆要我叫她小姐 好 张慧卿小姐 一定要带着杨红伟先生 杨红祥先生 继继继续来到19点 抢抢棍 谢谢 好多 谢谢你 拜拜 拜拜 太感谢了 到现在为止 听到现在 一二三四五六位了 这五六位 六七位朋友 只有一位 是要拼拼看 其他的都会跟我去 这对本节目 是一个非常大的感动 你知道吗 因为我们到19点 想问 怕没有人再听 你知道吗 没想到 来到19点 因为也有朋友说 鼓励我们 因为19点 更符合小朋友的作息 因为小朋友7点钟 比较能听节目 因为到9点钟 有些比较严肃的爸妈 不是 比较希望小朋友 早点休息的爸妈 早就已经催小朋友 上床了 这也有道理 来我们接张成浩 张成浩先生你好 你好 张成浩 张成浩听咱们节目 大概多久了呢 三年级听到四年级 三年级听到四年级 也算是听了蛮长的时间了 张成浩先生 真是了不起了 那您各 你这位同学 你会跟我们 从9点强强来到 109点强强滚吧 呃 不确定 因为 因为我要复习 然后要上课 然后回家 我可能会比较晚 时间大概 八点多吧 就是 我有时候还要上课 所以要小时间可以看 没有关系 强哥含着泪 还是祝福你 你礼拜一到礼拜四 每天晚上都在补习吗 我有上课啊 每天晚上都上英文课 上到七八点吗 就六点半啊 然后礼拜三要上课上到九点八 要九点然后听七节目 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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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手机有问题吧 小学 小 学 怎么会这样子 小学三年级 就要晚上上课到九点多 对啊 小 你这个泰国 你是什么国小 碧华 碧华国小 碧华还是碧湖 碧华 碧华国小在哪里啊 在新宰市 哇 这么忙啊 哇 好辛苦 讲到这样 我也不敢一定要要求你 到我们的十九点强能棍了 但是我只是请你 记得曾经有过一个节目 在晚上九点钟陪你欢笑 好不好 好 也希望你 以后童年 就是你在三年级 四年级 五年级 虽然在这么沉重的学习压力下 不要忘记 我们还是可以笑笑的 面对这个世界 好不好 好 祝福张成浩 把我们的回忆 留在九点 时候的九点 抢钱棍 亲密日记 星期三 凌铃去爬山 今天的我 今天你过得开心吗 今天有什么样的故事 我们来接 郭云安同学 哇 也是 第一次打电话进来的 郭云安你好 你好 郭云安 你要大声一点哦 你听咱们节目 听多久了 两次 听两次 一年 听两次一年 也就是听了两年 不是 你就是说 你听了一年 但这一年里面只听了两次 是不是 不是 没有关系 强哥喜欢乱讲话 听了个女拜两次 每个女拜两次听了一年 对 太棒了 好可爱哦 你现在几岁啊 我现在六岁 六岁 你 你 你等于从五岁开始听 对不对 对 那你会怎么会 五岁子的小朋友 安安 你怎么会突然听收音机 听我们的节目呢 谁介绍给你听的 是因为爸爸开车的时候 会转到 太棒了 晚上爸爸 九点钟开车的时候 转到 各位先生 各位小姐 我们欢迎 郭云安同学 一哈 一哈 四有 一有 好 逗你开心一下 郭云安 但是我忍不住 还是会问你 你会跟我们一起 从九点钟 到晚上七点 也就是十九点 恰恰 会哦 为什么 这是谁跟你 教你要讲这句话的 姐姐 哥哥 妈妈 我听到旁边 有一个那个声音 是谁 因为我很喜欢 我喜欢唱唱哥哥 我是很高兴了 但是旁边提词的实在太大声了 他是帅哥 他是帅哥 你是帅哥 这你知道吗 我还是高兴的内容了 但是提词提太大 旁边那个提词是谁 哥哥 姐姐 是谁 哥哥 哥哥 姐姐哦 哦 太棒了 姐姐几年级 二年级 那他都会跟你一起听 你们晚上七点钟 不用安情班 不用补习 不用去什么地方吗 不要 那爸爸怎么接你回家 这么早就接你回家了 是不是 学画画 哦 学画画 学完画画以后就回家了 对不对 对 所以七点钟可以听得到 我们的十九点抢人棍 对不对 对 天哪 太感动了 我们要谢谢云安 还有姐姐叫什么名字啊 云威啊 是不是云威啊 哦 好的 谢谢你们哦 今天啊 你们最后跟我讲的太棒了 今天儿童立法院 最后一次播出 成功 谢谢云安 谢谢各位 跟各位说 晚安 不然